这个时候特别的嘴馋 然后特别的想吃那个啥 那个叫折尔根 但是呢我们这边可能就没有 刘依才他家旁边有 现在我准备出发 然后骑个电瓶车 去刘依才家去挖折尔根去 然后看一下我婆婆的态度是什么呀 电瓶车在这个地下室 准备骑个电瓶车 去刘依才家 开门 这自动转家门 还在充电 应该还没有充满 如果充满了就变成绿色了 现在是红色的 把它扯了吧 插个钥匙 把帽子带上 我已经到了刘依才他家了 然后第一瓶车在这里 老妈婆婆在里面 小甘蔗 那个好像是刘依才老爸回来了 面包车 还有个甘蔗吃 这就是吃饭的地方 好熟悉啊 感觉刘依才不在家 突然又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爸 有人来看小猪仔 然后在这里等着买小猪仔 刘依才不在家 然后突然一个人来到这边 突然觉得好陌生 很不好意思 然后又没有什么话讲啊 现在有人就是进来买小猪仔 在谈价格吧 我提前跟刘依才老妈说了的 说我要进来就是挖折尔根 然后呢 刘依才的妈妈 她就提着给我在这个地方 就后面这个地方给我挖了一大堆 然后现在我准备就是提着这个袋子 去捡 已经帮我挖好了 那是刘依才的家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挖折尔根 小狗别咬我咯 有这么多的折尔根 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吃 不喜欢的人就闻着就想吐 就觉得真正野生的 挖了一点折尔根 这折尔根不多 先把它洗了 把它洗干净 然后就来聊半吃了 喜欢吃的就特别美味 不喜欢吃的就打呕吐 老妈现在在做饭 在烧火 然后这是白菜 是辣鸭 那个猪血丸子 我们这边的特产 我们这边的特产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